连续七年保持亚洲综艺节目收视率第一 在韩国创下多项收视奇迹的两天一夜 终于确定打造中国版 8月22日 两天一夜旅游梦想中国版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 首次公布了中国版的制作模式 二一无宗宪 马可 安器炫为首的大叔江型男的主角班底 也首度集体亮相 作为主持团的大哥 吴宗宪对远道而来的安器炫是格外关注 尤其是在游戏环节 更是借机调戏安器炫 大玩儿借位亲嘴 推爆安器炫的戏码 还有眼神的交流 他眼睛很漂亮 很狐媚 对啊 刚刚靠近他的时候 差一点亲下去了 但是我保持亲戚吧 他这个人到底他中文可以把你的中文 一点点还好 他是我的韩文很好 对 你请问你哪有韩文来采访一下 来就来就来 这个是 我跟你讲 我的刚刚以前有交过一个韩文 他现在也是在韩国的艺能界发展 对 中美教 相信现场各位大腕激情四世的欢乐表演 让观众对两天一夜的中国版十分期待 据悉 节目将在8月29日正式开拍 9月13日晚8点半 在四川卫视正式与观众见面 节目将继续沿袭韩国模式 六位明星主持团将协同嘉宾明星 在节目中体验一次为期两天一夜的没有钱的旅行 酷炉娱乐北京报道